观众早上欢迎锁定今天的FIFA Morning Call 我是邓凯铭 新闻首先现在关心最新消息 市场持续等待AI霸主 回答在礼拜四即将公布的财报 就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廷正式签署了法令 要扩大核武的使用范围 因为乌克兰传出首度要拿美国的武器 直接轰打俄罗斯的本土 这也推高了今天乌俄大战当中 地缘政治的新担忧 扫盘美股一度有被下跌 但随后回归乐观情绪 大家又把目光焦点返回到了 回答的财报预期之前 最后道中指数下跌120点 其余科技股指数呈现支撑 纳什达克指数涨195点 幅度有1% 而费办指数也是稍见反弹 回到了4919点 往5000点迈进 小涨30点幅度0.6% 标普指数也呈现小涨 市场上开始了一种关系的 根据上 预定的 区域和俄罗斯的资源 互相关系的资源 市场上有点远远 但快速通过 现在正在正在正面 so I think the market digested that news flow from overseas and the potential concern there and we've continued this post-election rally 今天科技股的表现如何 回答的财报报告之前 买气出现了回稳 而且股价上涨幅度有4.89% 重回到了147美元 也回到了市值第一的宝座 另外就是美超委昨天大涨超过31% 美超委宣布已经找到了会计师 愿意帮他做财报的签证之后 而且向交易所提交了补救报告 股价狂涨反弹而且连续几天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包括特斯拉维持走高 现在有美国自驾车的法案 可能有更宽松的题材条件 带动特斯拉股价连日走强 另外包括字母公司亚马逊 Meta脸书以及台积电的ADR 呈现走高 涨幅都超过有1%以上 只有英特尔独桥翠 震荡拉回下跌幅度有2.5%左右 那看到了在最新消息 美超委伺服器的制造大厂 宣布找到新的会计师事务所 接任审计业务之后 并且向纳什达克指数 提交合规的计划 暂缓了它解除它下市的危机 这也激励美国股市开盘的走高表现 美超委一度大涨超过36% 中厂上涨幅度也是超过31%以上 分医师观察台湾厂商的部分 美超委概念股也出现了昨天跌深的反弹 包括了像立台 股价是一早就直攻攻到了涨停演出 另外包括华泰包括双红都出现了 跌深反弹 美超委的财报问题 现在还没有说完全的解决 加上市场又传言 从马斯克手中流失大量的订单 都可能影响到它后续的反应跟表现 美超委的概念股 在这里先用反弹或跌深反弹来试值 美超委在被迫从纳斯达克下市前夕宣布 公司已聘请BDO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新的审计业务 并向纳斯达克提交合规计划 事实上今年以来美超委因为按时提交财务报告 遭新登堡研究指控财务操纵 又面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辞任而引发市场震动 股价从高峰期大幅回落 市值也大幅缩水 尽管目前下市危机警报看似解除 但审计师更换后的进度 与公司内控等问题仍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美超委台厂概念股也出现涨势 事实上今天的立台 它是开掌停板之后掌停板打开 然后开开关去做震荡 那包括了像是2329的滑碳 今天股价虽然说有往上去做公高 但整体来讲 它的技术面是刚从 这种所谓相对低档出现 这种所谓跌深反弹 分析师提醒市场传言也可能影响后续发展 包括传言马斯克已将XAI大量订单 从美超委转向给戴尔 客户流失恐怕也将影响股价表现 对于AI族群而言 目前仍以挥达的股价走势为主导 如果后续挥达的财报 优于市场预期 推动盘后股价大涨 那相关的AI概念股 才有机会再发动新一轮攻势 记者黄敬芬芳绍成台北采访报道 而伺服器大厂美超委 昨天正式向纳什达克交易所提交了补救报告 希望可以挽救下市危机 在消息面激励股价连续两天大涨 在昨天又走高了31% 但是今天巴龙周刊还是报道认为 美超委没有完全地走出困境 未来有几个难关要过 分医师表示说 虽然美超委已经成功聘请了 会计师签证财报 但由于新的会计师可能要重新 需要检视公司的财务状况 未来财报还是有可能出现延误 此外利润率的恶化 还有先前放空经购 新登堡提出的假账 跟回聘离职高层等问题 也都让投资人对于美超委 现在的诚信问题 未来感到有些担忧 这是目前他可能需要面对解决的 而说到了 从川普胜选以来 再有两家重量级的投资银行 加入看多美股前景的行列 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威尔森 还有高盛的策略师 都分别不约而同的选在 昨天宣布对于美国经济 跟美国企业的获利成长 看法乐观 把标普500指数 明年底的目标调高到6500点 那如果以今年看到 大概收在5900点来看的话 等于还有美股 大概有一成的续涨空间 而说其实威尔森 其实是市场知名的大空头 一路在这几年都不是很准确 但是现在它居然转向 变成了转看多的情形 让市场也格外关注 威尔森认为联准会明年 还是会多次降息 跟多项企业景气循环指标 不断地改善 指标目标 他认为从指数来看 应该可以推到6500点 如果按其预测标普500企业 在2026年每年的总获利 303美元 以本益比看是21.5倍来计算 另外也看到了美国选举之后 行情逐渐冷却 市场也转向聚焦 川普的新一任内阁人选 我认为了预测标 到最终的预测标 另外这两天市场关注的重点话题 反而是放在了乌俄战争上 因为乌俄大战已经满一千天了 传出美国允许乌克兰用长城飞弹 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而且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飞弹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姿势体大 让俄罗斯在这里是相当跳脚 俄罗斯总统普丁直接做出了强硬回应 他也正式签署了相关法律 说也要允许扩大使用核武来对付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用美国制的武器去轰炸俄罗斯的话 等于北约还有包括美国直接绞进了乌俄大战之中 所以俄罗斯也可能要使用扩大核武 来反击 二来是普丁已经批准更新版的核理论 降低了俄国动用核武的门槛 表明只要遭受任何一个核武国家 支持传统的非核武飞弹攻击的话 就可以考虑动用核武做反击 意思是说如果美国的飞弹供应给乌克兰 而美国飞弹达到了俄罗斯 这就等于说有核武的国家已经动用了武器攻击了俄罗斯 俄罗斯也将可以使用核武做对等的反击 而乌克兰昨天对俄罗斯境内发射了六枚的美国制长城飞弹 就是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已经发射了 这一点引发了市场紧张跟担心 这也是昨天一开盘 美国股市震荡下跌 欧洲股市震荡大跌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乌俄战士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让大家有点紧张 其中乌克兰还拿了一枚飞弹 是美国制的飞弹 击中了俄军一处军火站 另外有五枚都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了 这是美国政府批准基辅有限度使用这些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之后 第一次已经知道的攻击 这让外界很担心乌俄大战 现在在一千天之后 反而不减降温反而升温 也引发了避险买盘 包括了美债 包括了日元 包括了瑞士法郎等等典型的避险资产 价格就应声上涨 包括黄金跟油价也是 黄金油价的部分一起看看 在这两天反而出现了反弹反扑的反应 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市场担心 乌俄战争紧绷 有新的风险跟压力 包括了黄金爆价出现反扑 回到2600美元以上 油价的部分也比较明显 呈现反弹回升 回到了每桶69美元 往70美元靠近 而美股一度开牌 受到消息影响开低压跌 包括欧洲股市 包括美国股市都是 最后道琼指数是跌120点 尾牌跌幅有收链 但是欧洲股市就没有那么好了 欧洲股市在昨天 德国跟法国股市一开牌 都全部的往下拉跌 而且跌幅不小 欧股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最后收跌128点 法国股市跌50点 跌幅都超过0.67% 而现在在五盘过后 投资人开始关注 AI晶片龙头 挥达即将在明天 要在台湾时间 公布出炉的财报 美股好在在最后挥达 还有包括相关科技股的支撑 四大指数 中厂科技股是收红的 包括纳什达克 包括背叛指数 还有包含了标普指数 但是这件事情 也让市场关注 美国先前批准了 乌克兰使用的 美自长城陆军战术 飞弹系统 去打击俄罗斯本土 乌克兰在昨天晚上 也正式的发射了 六枚飞弹 对俄罗斯西部 来展开军事设施的攻击 其中有五枚 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给击落 但有一枚 成功的击中了一处军火库 也引发了火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并没有直接承认 使用的是美国飞弹 只表示 乌克兰如今 同时拥有自家生产 跟美国制造的远程武力 会利用一切资源 想要打赢战争 不过 美国官方则透露说 乌克兰用的 就是美制的飞弹 时逢俄罗斯总统普丁 刚刚签署了法令 要扩大核武的试用范围 在俄罗斯方面 也提出警告 说乌克兰的行为 可能已经符合了 俄罗斯使用核武的标准 好 这一点呢 让现在市场上 有点情绪紧张 避险商品又再次回升 包括日元 日元呢 又有在走强的表现 那日本央行 总裁和直天河南 最新在12月份的会议之前 没有明确的表示 是不是要继续升息 还有重申 会根据经济 还有价格的数据 来决定调整利率时机 这也导致日元并没有 明显的持续升值的空间 反而持续贬值 日元又贬值走弱 最后是在153 兑换1美元附近徘徊 尽管日央总裁发表的谈话 不够鹰派 但家家认为 日本的利率会持续正常化 短时间之内 是还可以看到 有升息的机会 但是日元的表现 却呈现比较偏弱的贬值 I feel like the Bank of Japan is more in charge of the direction now the government's already done everything it said it would do you've elected a minority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y've put together a supplemental budget that spending package the higher inflation everything points to the Bank of Japan normalizing rates maybe even in December and if they do act in December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to 160 if they wait until January perhaps but I think that the dollar yen outlook is maybe you get to 160 maybe you don't but the path for dollar yen over 2025 should be for a stronger yen as the Bank of Japan continues to normalize at least 1% rates 市场对于12月份 日本央行升息的预期 还是下降的 认为日本现在 尝到了日元的贬值 甜头 很难是积极的 想要转升息 因为这时候 还是可以刺激 他们的外销 外销跟出口 看看日元 虽然这两天 稍微的有一些些回升 但是上个礼拜 还是波段的低点 到156.74的价格 兑换亿美元 那这两天 稍微的回升一点点 是因为日本的 直田河南总裁 似乎对市场的 一个态度上 还是预期了说 我们还是有 升息的空间 不过以目前的 升值力道表现来看 好像大家都觉得 现在日本想升息 但是只是嘴上 说说而已 另外则看到了 下半年 国际市场进入到了 降息的风潮 还带动了资金 蜂涌地 在今年下半年 投入了美债 下半年有非常多 投资人 蜂涌地觉得说 真的就要降息了 所以资金就往 美债的商品去移动 不管是直接买美债 或是直接买到了 所谓的美债 ETF商品 但是到了现在 年尾的时刻 11月底的时候 看起来这些商品 却让大家荷包失血 因为看看全世界 最大的两大美债投资国 逆世的选择 到货美债 决定不再留子孙 美国公债的两大 最大外国持有国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中国 但不约而同的 他们都决定 在今年第三季之后 进入到第四季的时间 决定要抛售美债 而且还创下了新高纪录 美国财政部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一季最大美债持有国 日本大卖了美债 创纪录 619亿美元的美债 连日本最听美国话的 都不想要美债了 还大卖美债 619亿 第二大美债 外国持有国是中国 则出脱了513亿 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抛售美债的纪录 大选结果确定了 川普会二进白宫 接着又看到共和党 会完全的掌控国会两院 等于是川普完全执政了 接下来川普要实现他的政策 包括了像降税 还有加增关税 这些政策如果一一实现 就会重燃通膨的风险 这对美债来讲 又是更大不利了 美债从美国大选之后 已经大跌了近4% 分议师表示说 就算可能惹得美国不开心 但是展望川普上任之后的政策 现在连日本跟中国都恐怕 只会继续卖出更多的美债 也不愿意再留子孙 拥有美债持有的投资人来讲 可能要看看这时候美债的表现如何 这几天稍有反弹 但是看起来大多稍见指纹 之前是跌得比较多 最近几天下跌的幅度 都有些许的做收敛 但这两天仍然还是 波段的低点附近 包括元大美债20年 还有包括了国泰20年美债 虽然稍有指纹了 没有再跌了 但还是贴平躺地 另外则看到了 随着川普执政2.0即将登场 各家金控严正以待 中信金总经理高丽雪 在昨天法说会上说 美国降息趋势不变 只是幅度会调整 目前预估今年底前 还有这样一码的空间 明年可能还有降四 这对于债势来讲 还有一些题材的利多支持 但是对股市的方面 台股目前表现都还不错 还要以个股表现为主 比较重要 也预期明年的股利 有机会达到两块钱以上 但还是要等到 董事会的决议之后 才能够确定 另外在国泰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启超也看好 明年的美股跟台股 也有不错的报酬 美国准总统川普即将上任 联准会利率政策前景重启关注 尤其川普例行打击移民 再加上关税议题 恐怕进一步掀起通膨 不过同时市场也有更多薪钱投入 而总经学家认为 这将成为股债有力支撑 美国跟台湾的企业盈余 明年大概都还是有两位数的成长 甚至目前来看2026年的话 状况还是不错 川普总统他可能有一些言论 他还是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波动 另外就是说 因为涨了两年 乖利率有一点比较大的一个现象 他还是会有一个压力是 让股市有时候会有一些修正 但整体来说 美国跟台湾 明年的股市 呈现双位数的报酬率 我自己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国泰市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用乱世繁花形容明年市场情况 他认为经济虽然动荡 但金融会出现繁花 预期明年六月前还有三码的降息空间 而中信金总经理高利学则预估 美国将在今年底前再降一码 明年降息四码 降息对金融业而言可能造成利差负面压力 但资产部位已经做出调整 并且对股市抱持乐观态度 川普上任之后 股市看起来其实表现是还蛮好的 以我们保险的投资来讲 因为债券还是我们一个比较主要的部位 那我们会针对比较高评级的债券 债利率高档的部分也会去动态的去做调整 那至于说股票的部分 它本来就是一个提供我们稳定股息的一个途径 那我们也会适时的在好的时机 去做一些资本利得的实现 市场近期观望气氛浓厚 但随国际股市走高 台股周尔也在台积电回神 还有航运、电气电缆等类股表现强势下 收盘大涨302点 收在22,848点 站回五日线之上 统计三大法人合计买筹台股177亿元 法人表示短期内台股进入震荡局面 建议聚焦辉达即将公布的财报与展望 或许有利启动台股年底作战航行 记者黄友仙龙镇台北采访报道